大家好,我是提到川普贸易战,中美之间的贸易战。 这个不仅是一个经济利益上的问题,而且它是关系到世界的发展方向。 中国还要建立中华帝国的朝共体制,向世界扩张,让中国来主导,它要建立秩序。 美国要保持自由民主人权这种价值体系,这种世界秩序,维持秩序。 所以,2007年,日本首相安倍提出了印太战略,当时在国际上并没有引起注意和呼应。 去年11月份,美国也确认,川普总统确认印太战略。 这样它使世界越来越引起世界的关注和得到呼应。 你比方,印度也积极加入和接近,还有澳大利亚,新西兰。 所以,我觉得台湾也应该是这样的。 所以,在这种情势下,我们觉得我们应该,后来我们跟这个,在印度呢,成立了这个印太联盟。 包括西藏人,维吾尔人,蒙古人,还有这个日本人,印度人,台湾人,越南人。 我们成立印太联盟,就是民间呼应官方的这个,就是因为反对中国的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,不是一个,只是国家,当然国家是主体了。 但是,还有一个主要,我们民间也应该呼应。 另外,这一点也是我们跟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区别。 民主运动是反共,就是要把这个家,他们自己的说法,把这个家过好,另种过反。 我们是要反中,反对中国对我们实行的这个殖民主义统治,野蛮的殖民主义统治。 也反对中国对外的这个扩张和霸权主义,比方对台湾,每天欺负台湾,1500个导弹对于台湾。 台湾这个组织也不让参加,那个组织也不让参加,在国际上想把台湾这个怎么说呀,彻底边缘化。 所以这个也是欺人太甚,这都不是符合规矩的,都是一种违背这个国际社会的这个基本原则,大国霸权主义,杀民主义。 所以我们认为呢,这个印太联盟成立的话,我们会加强这方面的工作。 就是一个是这个研讨啊,组织讨论会啊,组织抗议啊,组织这个游说啊,等等各项活动。 我们希望呢,在这个活动里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。 总之,中国不仅在危害着中国人民,也在危害着,它如果发展,进一步发展,会危害世界各族人民。 当然我们以蒙古人,西藏人,维吾尔人,现在在他的野蛮的殖民统治下,深受其害。 我们想,反对中国的这个,这个,这场斗争啊,是关系到我们的自由和解放。 正像这个,我的朋友讲的,就是说,毛泽东原来520声明说过嘛, 国家要独立,民族要解放,人民要革命,嗯,这是这个不可独挡的历史潮流。 我们认为,那就是按这个,孙治昌立日的大王,那我们是顺应潮流的。 共产党自己是站在历史潮流的反对面子了,那么它只有呢,被历史潮流所, 所这个,呃,冲毁吧,冲垮吧,最后成为历史的成长。 所以我希望在这个,这个,这个,这个斗争中,呃,我们蒙古人呢,获得自己的自由和解放, 跟其他任何民族一样,我们不是说,这个蒙古人原来有帝国, 现在有这个帝国遗孟,没有,我们现在就,就想在自己土地上, 嗯,和平的,幸福的,自己当家族,过一个平平安安的日子, 不是说在自己土地上让人欺负,让人把草原夺了,把这个沙漠,搞得沙漠化了, 把你的蓝田烤成雾霾了,嗯,坐在家里让这个, 让说你是这个搞分裂的,把你抓起来,枉死了打,嗯,我们文革中, 万里人党中有十万人被打死了,我的爷爷被打死了, 到现在没有一个交代,中国人呢,就说他做了坏事呢,西方人做了坏事, 他有一个忏悔基督教的这个文明,中国人做了坏事, 就跟那个这个,这个偷了东西,别人抓住了,就是一推六往五说, 我当时实在没办法了,这个说的一副可怜样, 如果没被抓着,就好像占便宜了,偷偷在那乐, 中国人到现在为止,杀了蒙古人,没有一个说, 真心的说,蒙古兄弟,我对不起你了,没有, 当然一说就四人帮江青搞的,根本跟四人帮江青, 没有多大关系,是毛泽东州来直接搞的, 所以这个东西说起了话长,我现在就讲到这里。